已经进入到了高龄化的社会 不过现在夹在中间的三名之族 可能要被压得喘不过气了 根据卫福部的统计到了114年 没有错你没听错 就是几年之后呢 每五个人就有一个人 是65岁以上的老人 所以换算下来 平均每三到四名的青壮年人口 就要抚养一名老年人 这样的比例其实是相当高的 但是现在呢 大家随着高龄化社会的雷龄 大家也会担心 自己的存款到底够不够用 或者是以后呢 自己没有这样子去工作的时候 医疗负担能不能负担得起 还有的就是长照需求 但是随着65岁的族群 越来越多了 做了调查也发现 他们到底担心什么 其中超过一半的人 都担心自己健康的问题 当然也有三成五的人担心 如果自己未来生病了 该怎么办 那么两成四的人担心 未来了如果退休了 经济来源是不是能够确保 还有两成以上的人也担心 自己的健康之余 配偶的健康 也是他们关心的目标 尤其是配偶生病 他们也会很烦恼 那么也有百分之六以上的人 是担心子女的照顾问题 那么也有同时 虽然已经到了现代化社会了 还是有百分之四以上的民众 担心子女会不会奉养 还有他的人生安全 甚至有百分之二的人 也会担心自己的后事 该怎么处理 所以随着台湾进入了 超高龄风暴的来临 那么其实这些长者们 也为自己的未来 有所担心 也希望能够提早规划